好啦 我們今天看下去 這個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 這個三個數據Q1 Q2 Q3 就是以四分位數的概念來看 那中位數其實就是Q2 那Q1呢 Q1其實就是 就是百分 如果以百分位數來看就是25% 但是課本的算法是怎麼算 課本的算法是 記不記得中位數怎麼算 那中位數怎麼算 中位數就是把你的數字 看多少取中間那個嘛 那個叫中位數嘛 那所以四分位數 Q1課本的算法就是一樣 你把中位數另外一半邊的 就小於中位數的另外那一組數據 找出那一組數據的中位數 那就是Q1嘛 這樣合不合理 這樣合不合理 你的中位數 反正就是一筆數據的中間嘛 那一組數據的中間 就把這組數據分成兩邊嘛 那左半邊 你再去找出左半邊的中位數 那是不是就是所謂的Q1的概念 那大於中位數的另外一半邊 再去找出那一半邊的中位數 那就是Q3的概念嘛 就這樣啊 所以課本的算法就是這麼簡單 那至於Excel的算法 當然它就是會按照剛才那個百分位數的概念去算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差異 還是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Q1也把它叫25百分位數 Q2是50 Q3就是75 那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這個數據 我們來看它的Q1 Q2 Q3是多少 一樣先把它排序 那這裡面有幾個數據 Q2 4 6 8 那如果你是八個 八個數據的這個資料的話 你怎麼去算它的中位數 就取中間嘛 因為它不是基數嘛 不是基數的話就取中間 那中間就是13 15 中間就14 所以這個中位數是14 好 對不對 那接下來要找Q1怎麼找 那14正好在這邊嘛 它就把這個八個地方 八個數據分成左右兩邊 所以中間這個 左邊這個找一個中位數 右邊再找一個中位數 就是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的左邊 5 6 12 13 這邊再找一個中位數 得到是9 然後呢 高過14的這15 18 20 25 這個中間再找一個中位數 就是18跟22除以2 就20 所以它的Q1是9 Q2是14 Q3就變20 也是這樣的概念 那課本 不是課本 Excel呢 Excel的算法 我們剛才其實好像有看了一下 我再把它切過去一下 我們如果用剛才那個例子來看 我們剛才這個例子裡面 來 這個是我們從小排到大的這個成績嘛 那中位數 中位數當然我們用 用median 用median去算的話 這個函數去算得到是9 用這個percent rank的概念去算 它也是9 然後呢 這個 不是percent rank 是percental 用percental的概念去算也是9 不管是included或excluded 都是9 那接下來Q1呢 那Q1如果按照我們課本的算法 你正好是 因為它的中位數是9 9是在這裡嘛 所以你接下來就是在把這個 9正好把這個10分成兩部分嘛 那所以它的中位數2 3 5 6 8 所以它的中位數都很明顯就是5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的Q1是5 那下半部的呢 10 12 15 18 20 所以中位數正好中間是15 對不對 很合理 那如果是要用那個 Excel裡面的函數去算的話 那Excel裡面它其實在算這種 所謂的這種quadre的概念去算 它可以利用什麼 它可以利用 用我們剛才的這種percental的概念去算 這邊給它寫0.25 然後呢 一個給它寫0.75 一個是0.25 一個是0.75 這樣去算 那可以這個是included 可以是excluded 所以算出來結果都不一樣 對不對 這我們剛才有看過 那除了這個percental之外呢 還有一個公式可以算 這叫做quattel 另外一個公式quattel 這個quattel或quattel 這個它的算法一樣 它有分included跟excluded 那它給的參數是什麼 就是它的範圍 然後因為它這個本身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百分位數的概念 所以quattel 這邊是一個位置 它的數據的位置 然後呢1 第二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 你給1的話就代表什麼 第一個位置 第一個參數給的是它的那個數據的範圍 那第二個參數給的就是1 如果是1的話 就是代表d 就是代表q1 就代表q1 那它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它這個quattel算出來的結果 跟誰一樣 跟你用percental算出來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5.25 這邊也是5.25 對不對 然後quattel它有分included跟excluded 所以這邊用excluded去算的話 得到結果也是4.5 跟你用這個percental excluded去算出來也是一樣 是4.5 所以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只不過那個quattel的這個概念 它只要 它不是 它是給1或3或是2 那1 3 2的概念 就代表它的q1 q2或q3 那但是你給它寫成 有沒有 像quattel你給2的話 它其實就是中位數的概念 它就是中位數的概念 那如果給3的話 就是它的是75個百分位數的概念 所以得到結果 跟你用percental去算的結果是一樣的 ok 所以這邊是 這個 這個說明 所以 那既然有那麼多選擇 我們大概 考試的時候會特別 特別要求你們 看是要用哪種方式去算 大概每種方式大家知道一下 好 好 那四分位數它之間有一個距離叫做 四分位數的間距叫 interquattel的range 叫IQR 簡稱叫IQR 那這個range的範圍就是把第三個最高的 跟第一個相減得到的就是Q3-Q1得到的就是IQR 那這個四分位數的間距有什麼用呢 待會再看它有什麼用 那直接算 這個算的方法很簡單 你只要把Q1-Q3找出來之後 相減得到就是IQR 這個概念我們就跳過去 那它的用途在幹嘛 IQR的用途是可以用來算我們的所謂的outlier 我們之前一直有提到這個名詞 那outlier是離群值 那就代表這個數據是離我們的大部分的數據 距離比較遠的 跟其他數據比起來他們不是極高就是極低 就是不合群的概念 outlier 那outlier怎麼算呢 outlier的算法重點就是算IQR 就是把它的那個四分位數的間距算出來 利用Q3-Q1算出來之後 然後再把它乘以1.5 乘上1.5 乘上1.5之後呢 我們再看看這個距離 1.5的IQR 從Q1來看或是從Q3來看 如果是超過Q3以上的1.5IQR的 或比Q1小於1.5個IQR的 就是把Q1-去1.5IQR 或把Q3加上1.5IQR 那如果有這些數據超過這些的話 不管是低於或高過 那這些數據就屬於outlier 就是所謂的離群值 所以離群值它有一個很嚴謹的定義 是這樣的概念 那源自於這個IQR 所以超過1.5倍的IQR 以Q1來說或Q3來說 那個就是所謂的離群值 好 所以來看看剛才的那個例子 有沒有離群值 剛才已經算出Q1跟Q3是11 Q3是20 Q1是9 所以它的IQR20-9得到11 11再乘1.5是16.5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16.5跟9相減 就是9減去這個 然後再把20加上這個 所以它的範圍就是落在-7.5跟多少 36.5這中間 好 那有沒有數據是落在 是在這個範圍以外的 那我們看看 因為它最大到36.5 最低到-7.5 那我們原來的數據 最高是到50對不對 所以50有沒有超過它 50有超過它對不對 所以50就是我們所謂的outlier 因為它超過我們的這個範圍了 所以所謂的離群值就是這樣去判斷 OK 這麼簡單 好 那我們最後談到一個叫探索式數據分析 那這個其實也沒有什麼大 很厲害的地方 反正就是它就是把我們的數據 拿來做一些分析 那我們最主要的要介紹的就是一個叫做 核型圖 待會你們要畫這個box plot 那核型圖有時候又稱之為核虛圖 因為虛它會長出兩撇鬍子 所以它就叫核虛圖 有核子又有鬚鬚叫核虛圖 那我們一般簡稱叫核形圖 因為它的英文就只是叫box 那只是box當然就簡單就是核形圖 那核虛圖當然因為它有 待會我們看出來它有鬚鬚 所以會看起來有那種長鬍子的感覺 那你要去畫這種核形圖的話 你必須要有五個數字 必須要五個數字 所以我們在一般來說 數據上有一種叫做五數摘要 fine number fine number的一個summation summary fine number summary 那這個五數摘要包括什麼 包括最小值 q1中位數 q3最大值 我們把這五個數字把它summary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畫出一個 所謂的叫box plot出來 所以這五個數字 核心圖就根據這五個數字去畫的結果 OK 那這邊講的6666等 box plot核心圖是怎麼畫 怎麼畫怎麼畫怎麼畫 好 我們看 我們直接看 這是橫的畫 我們直接看這個概念 先解釋這個概念 那這裡數據怎麼來 其實待會兒我們就很清楚 它重點這個核子裡面 核心圖就長這個樣子 大家看一下 這個核子裡面 這個地方是什麼 q1 就核子的底下 核子的最底下是q1 中間呢 q2 就是中位數 q3 就是在這裡 這樣構成一個核子 構成一個核子 那再往左邊 q1左邊長的 這是什麼 minima 最小值 往右邊長的呢 q3往右邊長的呢 就是它的最大值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得到一個叫做核心圖 概念就這樣 所以我們所謂的核心圖 跟我們的這個fine number summary的概念一樣 它只不過把這五個數字呢 怎麼樣 把它呈現出來 那畫成這樣 那畫成這樣的話 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這跟我們什麼探索式的資料分析有關係 因為你去看了這個核心圖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這組資料 它的最大最小在哪邊 然後它的中位數 因為中位數也好或者是 當然你有時候 有的人還會再去畫一個點 畫一個什麼點 畫一個平均數 把平均數畫在這個核子中間 有的人會再加上這個東西 但是那個可加可不加啦 但透過這個圖其實大概你就知道 數據的分佈大概是比較偏向什麼 因為這中位數在這邊 大概是比較偏在這邊 然後它的第三個四分位數是跑到這裡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這個資料的分佈的 那個位置大概是在哪邊 這個當然這只是一組資料 這組資料裡面的所有的數據 基本上你是不是可以都用Excel去算出來 不一定Excel啦 或者是用手也可以算出來 就我們剛才教你們的 怎麼去找Q1、Q2、Q3 最大最小 這個其實都也可以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就是要把它畫出來而已 就這樣對不對 好 那當然這個是橫的 我們其實在一般習慣是把它畫直的 機關是畫直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怎麼去 這邊有一個說明 待會兒我們先畫完再來看好了 先看好了 核心圖看出來的資訊 剛才看到的這個 它會呈現一個什麼概念 它可以告訴你什麼 如果中位數是接近中間 那大概它的分配是對稱 所以從這裡面你 就從這個圖 從核心圖裡面去看出來 所以分配是對稱 那剛才的這個圖 這個有沒有放在 有沒有在核子的中間 中位數有沒有在核子的中間 有嗎 應該沒有嘛 它比較靠什麼 靠左邊 所以呢 如果中位數是落在左半邊 那這個分配會就是什麼 會是正偏寫 那正偏寫是什麼 那如果中位數是落在右半邊 就比較靠近Q3 這個是比較靠近Q1 這比較靠近Q3 如果靠近Q1 它就是正偏寫 如果是靠近Q3 它是屬於負偏寫 對不對 那正偏寫跟負偏寫 它的脂肪圖長什麼樣子 知道嗎 回去自己看看 上禮拜的東西 你們回去應該都沒有花時間 在看這本課 我猜啦 所以我們打算 找個時間來小考一下 不然我們有20%的分數是小考 所以還是要回去看一看 不然的話 我們期中考4月 好像4月中旬嘛 所以還是要先練習一下 所以為什麼 中位數落在左半邊就是正偏寫 正偏寫長什麼樣子 這個我們上次都講過了 那中位數落在右半邊是負偏寫 好 那除了看了這個資料之外 另外還有線段 就是兩邊的鬍子 這個核虛圖的概念 因為找出這兩個 這有點像鬍子的概念 如果兩側的線段一樣長 有點是對稱的概念 就是說你從這個box 往外伸展的這兩個虛虛 如果差不多一樣長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大約說 roughly去看出來說分配 這樣的數據的分配是對稱 如果右邊比較長 也是所謂的正偏寫 如果左邊比較長 它有可能是負偏寫 所以我們剛才這是哪邊比較長 右邊 右邊比較長 所以它是什麼 正偏寫 它是正偏寫 對 那跟剛才的這個中位數 看的結果有沒有類似 所以右邊比較長 代表它可能往右拖的比較長 比較多東西 但是它數據可能不會很多 所以它會比較呈現一個正偏寫的概念 就是跟你的這個中位數的概念 可以去呼應它 可以去對稱它 所以這個裡面就是從核心圖裡面去看出 它的這個分布的概念 那其實某種程度你就說 那我直接把直方圖畫出來就好啦 直方圖畫出來 它的那個所謂的正偏寫 負偏寫一下就看得出來 那也沒錯啦 但是有時候我們數據很多的情況之下 那你要比較好幾組數據的話 你就是利用核心圖 你就可以很快的去看出它的分布情形 好像假設這邊有一個例子 我們有一個起司 那起司的話 裡面有所謂的天然起司跟人工起司 這個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會有 可能做法不一樣啦 那這個裡面的含顏量 含顏量它的這個數據各有多少 各有八個數據啦 那我們看看用核心圖畫出這兩個數據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什麼 反正這個你就去算了 你就畫出這兩筆數據 那這兩個數據一個代表天然起司 一個代表人工起司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兩個核心圖擺在一起 你有沒有看出什麼結果 就是你不用去看脂肪圖啦 你直接去看它這兩個數據 那這兩個數據 這兩組數據這樣用核心圖畫出來 你可以看出來結果怎麼樣 它的含顏量怎麼樣 變化形形嘛 所以這呈現什麼 就你們要看圖說故事啊 要看圖要有那個看圖說故事的能力啊 你不是只是會畫而已啊 畫當然是最基本的 當你把這個東西畫出來之後 你要能夠去講一個故事出來 或能夠去分析你們的內容嘛 對不對 你不是學了半天現在在學的東西 很多很多課程都是這樣 你不是只是會解題目而已啊 解完題目之後你還要去解釋它啊 那這個統計也是一樣的概念 你把這些數據呈現出來之後 你能夠看出什麼 挖戈 看出什麼碗高 有沒有一個分部比較寬一個分部比較窄 這個很明顯嘛 盒子啊 那分部比較寬跟分部比較窄的感覺是什麼意思 代表它比較集中嘛 比較集中概念是什麼 代表所謂的人工氣質它可能是 可能是 比較有人去控制它嘛 有人去控制所以它的誤差 感覺上它的集中程度比較 比較集中在一個範圍 那天然氣質它的分部 因為它可能是天然的所以 有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在裡面 所以它做出來裡面的鹽分就 分佈就很廣嘛對不對 是這樣 那至於還可以看出中位數 中位數看起來人工氣質 跟你的天然氣質一個200 一個是265 所以很明顯看出來 人工氣質是比較鹹一點 感覺上比較鹹一點 那天然氣質當然也有很鹹的 但是它還有很多不是那麼鹹的 這種東西 那另外就是變化啦 它的變化這個範圍 其實是差蠻多的 懂不懂 所以比較利用核心圖 一比出來一畫出來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分別 說明這兩組數據之間的差異 差異是在哪邊 那我們之前其實有看過很多 這種什麼EDA的概念 傳統的技術就是說 我們在做資料分析的時候 我們之前看過頻率分配 脂肪圖 平均數標準差 這些是它歸類叫傳統的技巧 那探索式的話 包括剛剛說核心圖 那中位數其實 就是說你原先 頻率分配應該是對應經驗圖 經驗圖 那脂肪圖可以對應核心圖 那平均數對應中位數標準差 利用四分位數間距 這個概念其實反正 就是它會多一些 所謂的探索式的概念 就是說它多了一些 額外的information在裡面 讓你不是只是看到很單一的一些結果 這裡面的圖裡面 它可能會告訴你一些 額外的一些information 像我們剛剛看到核心圖的東西 或者是四分位數間距 它可以告訴你什麼 它的這個outlier是哪裡 好 那這些是 好 待會你們可能要畫這個圖 但是怎麼畫呢 當然我們還沒講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是要講怎麼去畫這個核心圖 好 核心圖剛剛說過最主要的是什麼 那五個數字嘛 那五個數字 但是在Excel裡面它沒有現成的 它沒有現成的 沒有現成的其實也好啦 你如果有現成的話呢 你把數據點一下去 然後和一個函數 就整個幫你畫出來 這樣好像也沒什麼挑戰性 對不對 所以我們 可以利用Excel 從頭 從最fundamental的概念 我們就可以來做這些 做這個核心圖 怎麼做呢 好 怎麼做 來 我 我 後面梗還是看不到 我把它切一下 好 這是原始的數據 原始的數據 那原始的數據 你把它 要不要排列怎麼樣都沒關係啦 就是原始的數據 那接下來 我們剛剛說過那個什麼 Fine Number Summary 你要把那五個數字把它弄出來 那五個數字把它弄出來呢 欸 欸 嗯 Win One啊 你終於來了 那 你們是怎麼了 還一起出現 有一點想像空間 有一點想像空間 好啦 這個五個數字 就是你的最大最小 這個最大最小 是不是直接可以用函數 對不對 我們可以直接用函數 可以直接算出來 像mean的話 當然就是mean嘛 對不對 這個也沒什麼 mean就是mean啊 對不對 然後呢 Q1 那Q1的話 當然如果今天你數字很多的話呢 我們建議可能是用included 就是把0跟100有含在裡面的 這個百分位數來看 算他的Q1 當然啦 這個畫圖的時候 因為你如果數據很多 我們最好就還是利用Excel內建 那如果數據少一點 你要用課本講的那種方式 記得喔 我們有三種方法去算對不對 課本的那種方式 有included 還有excluded 那Q1我們如果畫圖的時候 我們一般如果用included 來看的話 然後你就利用這個quattel quattelincluded 然後來範圍1 就代表第一個四分位數 然後來算出四分位數完之後 再算他的median中位數 中位數就直接用median去算出來 那Q3呢一樣用quattel 或是用percental都可以啦 那用included的方式去算 然後他是第三個 然後最後去找出他的max 那max就是把它算出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怎麼去畫 接下來到底說 你如果知道這五個數字 你用手去畫 用手搭配尺去畫 應該也可以畫得出來 對不對 那這樣太low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算的就是 利用 利用excel的畫圖的功能 那excel的畫圖功能 它其實就是堆疊的概念 它是把它類似做堆疊 所以它這邊 因為重點 好 我們這個盒子 我們現在是把它做立體的 不是立體 做vertical 做直立的 那這個盒子的最下緣 盒子的最下緣 其實就是我們的什麼 什麼 第一式的位置 對啊 就是Q1 對不對 盒子的下緣 距離這個位置這個就是Q1 所以我們就先把 給它一個符號叫button button就是盒子的底下 好 那盒子的底下是button 對不對 然後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Q1 那你就把Q1 copy到這裡來 那 接下來的盒子呢 接下來的盒子 不是接下來盒子 就同樣那個盒子裡面 這段距離是多少 這就是中位數 減去Q1嘛 對不對 就是它的 因為我們今天說我們要做堆疊啦 因為 Excel裡面沒有正好內建的box plus 所以你就必須要用 Excel內建的那個什麼 堆疊的函數去做 有沒有畫過堆疊的那種概念 沒有 沒有 沒有待會我們畫就知道 所以這個位置 多少 就是你的中位數減去Q1 然後呢 第三個地方 就是你的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就是你的Q3 減去你的什麼中位數嘛 對不對 所以你把這三個數字把它 把它弄出來 把它弄出來 那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就可以直接來畫圖了 來畫圖了 那怎麼畫呢 其實最後只剩下這個範圍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 我們直接畫 我們 我們 我們來 插入一個圖 插入什麼 插入磁條圖 那磁條圖這邊就有這種叫做什麼 堆疊的磁條圖有沒有看過 好 堆疊的就是把數據一直把它加上去嘛 堆疊的概念 好 好 所以呢 你就把它按這個堆疊 錯了 這跟那個全聯的廣告一樣 應該先點數字再 欸 有沒有看過那個全聯的什麼 颱風天 我先 沒有看電視 看電視看比較多 蛤 我可以什麼 沒有啦 那個不重要 你們不知道就算了 欸 把它deleted掉 好啦 要先把這個選起來 對不對 畫圖嘛 Excel畫圖總是要先選資料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先選這三個資料有沒有 那 button 然後呢 第二個box 第三個box 選完之後再按插入啦 然後呢 這邊就按什麼 堆疊圖 對不對 然後堆疊 哇 結果堆疊出這樣 這個看起來不像堆疊 對不對 這是堆疊 看起來不像嘛 那怎麼辦 那我們要去改 因為它這樣子 橫的不是我們要的堆疊 欸 欸 欸 這個數據 其實都可以啦 選取資料 選取資料 我們就把它交換 因為我們剛才 它是1234水平的 然後這個是 所以我們要把它做交換 交換之後 它就變成這個 這樣的數列交換 好 所以它得到這樣的結果 這個就是堆疊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 這邊是29.5到這裡嘛 對不對 然後再往上堆一個這個 多少 3.5 然後再往上堆一個8 所以它就變成堆疊啦 知道齁 但是這個跟我們的圖 還是不太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因為這個時候其實我們要的 要的是在這邊 中間這一塊 那下面這一塊其實是不需要的嘛 這塊只是為了要把這個頂上去而已啦 為了要把它頂上去 所以呢 呃 你可以在這邊先做一個動作 所以我就先把它的 呃 不是刪掉啦 就是把它變成透明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填滿 就變成無填滿 框線呢 就變成無框線 確定 欸 這塊就不見了 有沒有 就把它類似做隱形 陡棚一樣 就把它隱形起來 好啦 那接下來 這樣就其實已經跟我們這個 已經有點像啦 那接下來就是要長鬍鬚嘛 FastPro不是叫鬍鬚 那鬍鬚是怎麼來的 我們說這個鬍鬚是什麼 最大 這個鬍鬚是什麼 最小啊 對不對 所以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 好 按到這邊來 然後呢 然後 然後要怎麼弄 好 到這個 板面配置這裡 板面配置 這圖表的板面配置 這邊有個誤差線有沒有 這邊有個誤差線 點進去誤差線 那這個誤差線 我們就是用誤差線的概念去加它的 下面的那個mini碼跟上面的mesem碼 那這個時候呢 你按其他的誤差線選項 其他的誤差線選項 那我們是要加上哪裡的呢 我們是應該加第一個數列的 第一個數列 第一個數列就是最下面啦 所以我們其實剛才如果是點這裡的話 然後按誤差線 好 它直接到這邊來 搞不懂 再做一次哈 就是說你先選 因為我們現在要往下 加一個往下的誤差線嘛 所以我們先選這個第一個數列1 那第一個數列1之後呢 到這個板面配置 這個誤差線這邊 選其他誤差線選項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去選 選 負差 選負差 然後呢 它的誤差的量呢 自定 然後呢 先選負差 因為它是往下嘛 所以 是負差 然後呢 把它寫 試定 然後指定 那指定的話 我們這時候有分正誤差 跟負誤差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是往下的是負差 所以它的位置要在這邊 在這邊 那在這邊的話 你把它highlight起來 那選 要選什麼 這時候負錯誤差應該是選它的minima 是不是 選它的minima 所以 點這個 按確定 好 這樣就 就怪怪的 就畫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 好 我們還有上面的啊 上面再 點上面的這個 第三個數列 然後同樣誤差線 其他誤差選項 這時候是正差 然後呢 選自定 然後指定值 這時候就正誤差啦 那這時候是它的max 按確定 關閉 誒 好像太高了 誒 應該要剪掉 所以我這邊少一個剪掉的動作 誒 應該要剪掉 所以我這邊少一個剪掉的動作 等一下我看它這邊 這兩個都錯了 所以 我這邊還有一個數據沒有寫 一個叫 whisker whisker 就是它的那個虛虛 它的虛虛就是 因為這段應該是 Q1-它的min 就是你Q1到這裡 然後呢 你的min是在這邊 所以你是 這段距離其實是 Q1-min 所以這邊是Q1-min 第六是這個 這是你的max-Q3 就得到你的什麼 得到你的這個whisker plus 所以你的這兩個都是要跟著改 好 那我們怎麼改 其實你剛畫 畫完也沒關係 你就到這邊繼續 到版面配置 到誤差線 到其他誤差線 只不過我們這邊要把指定值 改一下 改成什麼 把這個 欸 把它全部拿掉 我們把它點到這個 好 按確定 然後就縮短了 對不對 好 按關閉 然後再選到這邊 上面這裡 誤差線 其他誤差 這邊指定值而已 指定值的話 這時候應該是 下面一點 我剛剛是不是寫錯了 好 應該是這樣 好 那這樣的話 至於這個 你不需要它的速列 所以把它殺掉 這樣就好了 好 所以看起來 跟它有沒有類似 不太類似對不對 那我原因是因為我們這邊 它的 最小的是20到55 所以這邊要看一下 怎麼改都可以啊 這邊你可以把它改成 最小值 你可以把它設成22 20也可以啊 這樣就跟它有像 然後呢 再把它稍微 拉長一點 就得到這樣解管 好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 你把這五個數字寫出來之後 你接下來要畫這個圖的時候 核心圖的時候 你就必須把它的這個底下的這個 這個button 先把它算出來 然後呢 再把它的這個距離 這段距離算出來 然後不要忘記 剛才忘記講 就是那個whisker 它的兩個虛虛 一個是正的 一個是負的 正的虛虛就是你的最大值 減去它的這個Q3 得到就是這個寬度 這是它的誤差 類似概念是誤差 那whisker minus的話呢 就是Q1減去minimum 就是你的Q1減去minimum 得到這段的長度 那接下來畫圖就是 利用這五個數字去畫圖而已 然後你可以去畫出它的什麼 畫出它的這個 先用堆疊的概念 去把它堆疊出來 然後把最下面這個隱形掉 然後再加上類似利用什麼 利用誤差線的概念 利用誤差線的概念 去加一個正誤差 負誤差 然後把它的數據 填進去就可以了 這就得到它的boss plot ok